俄罗斯的战略和潜艇类型比美国的要复杂很多,美国目前就一款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在意,新的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和潜艇还处于研发阶段, 而俄罗斯则拥有德尔塔系列核潜艇、台风及核潜艇、北风之神及核潜艇等多个不同型号,其中台风及核潜艇是最有看点的,因为它是当前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核潜艇,其最大排水量可以达到4.6万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 而且台风及核潜艇能够携带20枚P-39型潜射导弹,每枚导弹90吨重,可装备10枚分导式弹头,相当于每艘台风及核潜艇就能配备200枚核弹头。 其核威慑能力可见一斑,但是排水量堪比航母的台风及核潜艇并没有造很多,它的累计产量只有6艘,这比德尔塔及核北风之神级都要少。 而且台风及核潜艇时运不济,其辉煌时期仅仅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至1989年最后一艘台风及核潜艇服役时,苏联已经到了解体前夕,之后的俄罗斯无法继续维持庞大的核潜艇编队。 台风及核潜艇很不幸地成为被淘汰的对象,目前仅剩下服役时间最早的首艇,德尼特里顿斯科一号在意,另外5艘台风及核潜艇,要么已经退役,要么已经拆解,都没有得到保留,俄罗斯选择逐步销毁。 台风及核潜艇,固然有经济的原因,也有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台风及核潜艇的规模太大,绝非俄罗斯能够维持的,特别是在P-39型导弹出现助推及问题之后,俄罗斯认定P-39导弹已经不再适合使用,台风及核潜艇由此缺乏武器支持,只能用于配备常规武器,而随着第三阶段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实施, 台风及核潜艇的武器配备也受到了限制,升级台风及核潜艇意味着将要付出比北风之神及核潜艇高两倍的成本,且会受到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制约,所以俄罗斯对升级也失去了兴趣,因此,俄罗斯销毁台风及核潜艇,并非自费武功的表现,而是在一系列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做出的决策, 俄罗斯现在新研发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已经有多艘入役,这种核潜艇满载排水量约为1.7万吨,艇上有16具第三零型发射器,可以配备射成8000至1万公里的布拉瓦弹道导弹,虽然在导弹携带量和潜艇规模等方面有所调整, 但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的整体作战实力并不比台风及核潜艇弱,特别是导弹技术和静音设备,声纳系统的升级,使得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而且在运营效益方面,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也远远优于台风及核潜艇,台风及核潜艇虽然强大,但它毕竟已经过时,被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取代是必然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